哈喽大家好 有个花友留言呢 希望我把每个月的月季养护的操作记录下来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一方面呢可以自己做个记录 同时也可以给花友们做个参考 那么今天就让我从最忙的二月份开始吧 也许现在做这个视频 对南加州的朋友来说呢稍微有点晚 但我想作为第一个月的记录 也许对还在寒冷地区的花友们呢 还有些帮助 在二月份呢首先最忙的就是冬检 我是在南加州九壁地区 我这里每年低于零度的日子呢非常的少 每年的冬检时间呢我会选在最冷的时候 几年来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呢 一般都会在我们中国的春节前后 由于我院子里的花太多 所以我一般从一月底就陆续开始修剪了 关于冬检的方法呢 前一段天狼发了一系列的视频 大家可以作为教材 首先关于冬检的工具和防护用品 想简单聊几句 先看看这个剪刀 这个品牌同样的剪刀我用了两年多了 感觉非常合手 觉得选剪刀和穿鞋一样 合不合适呢 只有自己知道没有必要追求什么名牌 我喜欢这把剪刀呢主要是因为它分量轻 而且功能也不差 小拇指粗的枝条呢都可以搞定 这个剪刀呢特别适合女生 也许男生不太喜欢它 另外呢就是手套 其实平常我不管干什么活儿 手套呢都是能不戴就不戴 感觉没什么手感 但冬检时候呢 手套是必须要用的 尤其是在修剪绑扎那些大藤本的时候 用了那么多的手套 发现只有纯皮的手套呢 防狼牙棒刺扎的效果呢是最好的 这个手套Home Depot就有卖 另外护目镜和帽子也是在修剪大藤本时非常必要的 尤其是在牵引枝条的时候 有的时候枝条拉不好会弹回来 就有机会呢会崩到眼睛上 所以护目镜还是戴着吧 同时为了不让刺勾到头发 帽子呢也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修剪并不太费时间 起立咔嚓很快 费时间的是大藤本的绑扎 要动脑子怎么摆弄它 关于藤本的绑扎 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被禁锢在各种的支架上 很多的材料都可以用来固定和绑扎枝条 不论何种辅助支撑 其实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那就是恒拉枝条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大家可以开动脑筋 因地制宜 各显神通 给大家看看我这个长得最疯的Portlandia 我已经修剪掉了很多枝条 还是剩下了这么一大丛 恒拉它的枝条呢 其实就是用了几根包素的铁杆 你可以横着拉直 或者横着拉个圆弧 或者从上往下拉个圆弧 或者枝条和枝条之间相互固定 只要在枝条之间留好空间 都是可以的 一开始看着这一大堆的枝条 非常发愁 其实真的绑扎起来 也就没那么难了 关于藤本的绑扎 大家可以参考我另一个视频 我放在右上角的信息栏 需要的话有呢 可以点开来去看看 墙面固定呢 也是同样的概念 不一定要把所有的枝条都贴在墙上 其实区区几个固定点 就可以把这些大藤本收拾服贴了 不必要在墙上定一个很大的架子 来破坏整个的墙面 在这里呢 我只想抛砖引玉 相信大家可以八星过海各显其能 修剪绑扎固定好了之后呢 就要抓紧时间清源了 趁着枝条光溜溜的时候呢 喷起药来也觉得那么神清气爽 终于有机会给它们好好洗洗澡 杀虫杀菌了 这样春天来了以后呢 对病害虫害的抵抗力也会倍增的 清源呢 我主要用两种药品 一种呢 就是这个Cooper Fungicide 这个药品呢 主要是预防各种病害 比如黑斑白粉绣病等等 这个使用量呢 我使用3Tablespoon美加仑 喷洒的同时呢 也浇灌土地表面 另一个清源的药品呢 就是Dorman Spray 它翻译成中文 应该是叫休眠油 这个休眠油呢 可以同时预防虫害和病害 使用量呢 我是取中用6Tablespoon美加仑 同样也是喷洒呢 加浇灌土地表面 这两种药品呢 我是交替使用 每四五天呢 喷洒一次 当新芽斩液之后呢 我就会停用了 如果还是觉得需要使用的话呢 请降低一下配比的浓度 以防伤到叶片 同时呢 在修剪绑扎完成之后呢 也别忘了施冬肥 今年呢 我主要使用两种肥料 第一个就是这个 Alfava Mayo木须粉 它提供非常丰富的蛋和甲 去年的时候呢 我用的是鱼肥 但是由于今年家里的事情特别多 也呢 现在实在不想闻鱼肥的味道 补充蛋肥的部分呢 我今年就选用了木须粉 撒起来方便一些 第二种呢 就是这个月季专用的有机肥 这两种肥料在我肥料的视频上篇中呢 都有过介绍 由于现在气温低 所以施肥操作呢 就比较粗放 大苗呢 就多抓几把 小苗呢 就少抓一点 撒完了以后呢 最好和表层的土壤呢 混一下 这里呢 我就想起了天狼说的 冬天的时候 施肥一种也行 两种也行 十种也行 我其实呢 就是把这些有机肥呢 当作缓施肥来使用 半地栽的这些花呢 花盆部分的介质 经过一年的消耗 都下沉了不少 正好可以在施肥的时候呢 先撒肥 然后上面再覆盖一层介质 同时呢 松松土 对于两年以上大苗 我还会撒几把化学的颗粒肥 今年呢 我用了ERLOOM 去年打折时囤积的颗粒肥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 也期待它有好的效果 如果你没有ERLOOM的肥料呢 也可以用这个最常见的 缓施肥 这个牌子的缓施肥呢 有好几个品种 请大家选这种六个月 逐渐释放的肥料 我选择呢 用这些颗粒的化学肥料呢 给大苗们加个餐 这个时候如果不下雨 如果你的植株的话呢 只是芽点的状态 还没有发出叶子 你可以偏干一点养护 基本上五六天浇一次水就可以了 如果叶子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基本上三四天浇一次水 趁现在天气还比较凉 我浇水的时候呢 就会用鱼肥 按照说明的比例来稀释 用来浇灌 等到新的叶子展开 有三四片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使用化学水溶肥了 关于水溶肥的部分呢 我会尽快做视频给大家来看看 在美国你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水溶肥 两月份的养护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 养花呢 那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 因地制宜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要根据自己所在区域的情况 天气气候 来总结自己的经验 任何人的经验呢 都只能作为参考 希望大家都能因地制宜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护方法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吧 下次再见啊 拜拜 拜拜